蓬佩奥扬言构建反华全球网络 这是痴人说梦 他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他的继任者们 这个王文斌呢 讲话特别有意思啊 听他的讲话觉得 还不如听耿爽 有意思呢 对吧 他这个说话水平非常低 你听他说啊 他说这个 蓬佩奥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那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有的 但只是你蓬佩奥等不到了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蓬佩奥啊 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发言人呢 一直在说 这个911阴间不远 是吧 美国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也赤裸裸的威胁美国 威胁完了之后 这病毒就来了 那今儿呢 又来威胁蓬佩奥了 那威胁完了呢 蓬佩奥是不是会出事呢 是吧 蓬佩奥同志啊 你要小心啦 这个汪文斌呢 是吧 文斌是吧 这个斌字可是一文一武啊 嘴是文呢 当人家动气舞来的时候 你可要小心了 是吧 蓬佩奥呢 当然也不在意啊 蓬佩奥这两天又到这个 日本去访问了 是吧 从日本 印度 澳洲 四个国家 一起构建 这个对华的这个包围圈 下面呢 我们就看 等着新闻发布吧 马上就要有重磅 新闻了 而且就在这个打选前 是吧 到这么重要的地区 进行活动 这是非常核心的 大家 静候吧 然后 针对蓬佩奥呢 这个华的妈 也是一通大骂 美国政府呢 因为这两天 出了个文件 禁止这个中国党员 申请美国的绿卡 然后华的妈 很不高兴 非常有意见 然后就对这个 蓬佩奥啊 一番攻击 我们来先听一听啊 听一听 非常有意思 在我们看来 美方的这些言论 不管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们无从核实 你们也可以去问问 美国官方去求证一下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是属实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 它还剩下什么 它想给世界 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希望美国呢 不要再做这种 有违 不尊重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也无助于维护 它自身 大国 形象 信誉 和地位的事情 因为蓬佩奥说 他要实施签证的理由 是关于人权侵犯问题 而我刚才说得非常清楚 美国才是世界上 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美方关于中国 在涉疆问题上的人权的指控 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美方应该为他们的高官 在这个问题上 杀了如此的弥天大谎 感到羞愧 华德巴说得很好 这美国一直在撒谎 到处撒谎 对吧 从来不讲真话 只有我们中国政府 中国发言人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对吧 我们华德巴呢 这两天又说了 说这个 川普啊 你在这个 军事基地的医院里面 享受着这个特权 对吧 希望你的平民 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特权 说到这个话 好像是我们中国的平民 都能享受到高干病房一样 对吧 我们从这个县级政府的 到中央政府 是吧 在每一个地方的人民医院 都有很多的这个病房 是专门留出来 给这个干部享用的啊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见过 这样的病房 因为你进不去 是吧 就算是别的病房挤得爆满 这些病房也不让你住 万一干部生病了 那个给你住了 那干部住哪啊 干部住楼道嘛 是吧 所以这病房一般都空着 就算是你再病 你也进不去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高干病房啊 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屁民 有几个能够见过的 是吧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话的妈呢 说别人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在说自己 所以有人呢 就说话的妈特别喜欢高级黑 是吧 总是黑我们共产党 这一点呢 我表示抗议啊 如果我们这个话的妈 真的是老黑我们共产党的话 哪天我得写一个这个 呃 内参去 给给这个外交部的领导 是吧 举报话的妈 你不能老玩这种高级黑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吧 我们纳税人的钱养着你 你这个 呃 老黑我们自己人 这些太不对了 其实不光这个话来吧啊 还有这汪文斌也是 呃 在这方面老黑我们 你看这个汪文斌呢 说我们生产出疫苗来之后 我们是吧 先给外国人 是吧 外国人都是爷 发展中国家 给黑洲 是吧 听一听啊 听一听王文斌怎么说的 我们还将以多种方式 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包括捐赠和无偿援助 这个说得很好啊 捐赠和无偿援助 那么这个疫苗 在我们中国 是 呃 无偿的吗 是吧 呃 有没有捐赠给老百姓呢 这个 多方消息透露出来啊 我们中国的 呃 一针一苗 三百块钱 之前说是一针六百块 现在国家已经给你打一折了 是吧 半折 五折 三百块 一名就感恩吧 是吧 一针三百块 两针六百块 那么 给国外呢 是吧 就是这个 发展中国家 免费啊 非洲国家免费 那么 给这个 呃 中等发达国家 比如说巴西啊 给你一个 这个 呃 一折有毁 是吧 三十块钱一针 三十块钱一针 这我们批民呢 三百块 人家三十块 所以这个 批民们 得感激政府啊 感激这个汪文斌 能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真相 是吧 很不容易啊 汪文斌 然后 当然了 有人说我们中国这个笨小咖的嘛 对吧 我们笨小咖的 我们不需要国家照顾了 我们可以自费买三百块钱一针嘛 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六百块钱 少抽一盒烟就有了 这个 恭喜你啊 这个 恭喜你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打得起这两针疫苗的 是吧 这两天啊 看到一个视频 让这个 正经真相啊 我非常的 痛心 一个老太太呢 在垃圾桶里面 捡垃圾吃 捡食物 剩下的食物 只要倒掉的食物 然后 一个女的就上去问她 说 老人家 你怎么在这里 捡这个食物呢 是吧 老人家说 呀 我八十岁了 也不怕你笑话 不是我自己捡 我还得给我两个儿子 捡回去吃的 是吧 你看老太太 哭的 我给大家放一下 这视频 大家看一下 这是真事 这个八十岁的老人 垃圾桶里 饭东西吃 实在是看了 让人落泪 对吧 中国另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人 任志强 最近也传出来 一个照片 说被进行劳 劳教了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当中呢 任先生啊 在这个 车间里面 对这个产品呢 进行最后的封装 是吧 至于这个产品 里装的是什么 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小型的 这种电器啊 卖的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看起来像个耳机 或者个什么产品 一样的东西啊 非常的 令人动容啊 这个任先生 千万富豪的生活 放弃了 一封信 就进了 苦谣里面 真的是 哎 什么都不说了 还能说什么呢 对吧 我们把眼光 放到美国来看一看 对吧 看一看美国的 这个神奇的世界啊 这两天 我们也都说过了 康普生病这个事呢 充满各种诡异 那么今天呢 另一则消息出来了 说 特朗普的这个医生啊 是一个骨科医生 这个大家有想到过吗 是吧 他 包括他吃的这个 抗瘧疾的药啊 这都是他的这个 骨科医生给开的 所以大家 我估计真的是 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万万没有想到 那么 这个医生呢 还是非常奇妙 他的经历也很奇妙啊 就是 是在2018年的时候 特朗普呢 就把他白宫 原来的那个医疗官 给开除了 是吧 也不是说开除了 说是调走了 那个叫 这个调到一个 说是叫退伍军人 事务部的部长 这个本来这样是个医生 调到这儿挺奇怪的 是吧 后来说 又说他这个行为不当 又不给他做这个部长了 所以呢 那个人就 什么职位都没有了 那个人后来就给他安了个虚职啊 说白宫首席医疗顾问 后来就调来这么一个新官员 新医生 这新医生是从军队上来的 是个骨科医生 就成了特朗普的私人 私人的这个医生了 这个医生呢 骨科的 现在还在做特朗普的 这个 新冠 病毒的专制医生 给他开各种药 是吧 包括给他开的这个再生源的鸡尾酒疗法 都是他开的 大家想一想 这事难道不奇怪吗 为什么在全网 我的这个频道 第一个预测出来 说特朗普会吃特效药呢 因为我知道特朗普 他有这个特效药 是吧 而且这特效药 不是今年研发出来的 之前就研发出来了 然后这个 特朗普呢 就怕别的医生知道这事 就调来了他的这个亲信 是吧 叫Shawn的这个医生 啊 他的治 完全他的亲信 嫡系不对 是吧 私下里都是很多联系的 过来 然后呢 他吃什么药 都是由这个Shawn 亲自来操刀的 所以他 这就是核心原因 今天呢 就给大家在这里兜个底 核心原因 美国对于这场疫情啊 早就在预料之中了 而且相关的药物也早就研发了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嗯 在几年前 就是美国的这个病毒研究人员和武汉的研究所共同研发的 是吧 所以双边双方都是知道的 那么美国这边呢 也研究了相应的疫苗和这个特效药 武汉也在进行研究 不然的话单凭今年这几个月疫苗就能出来 大家想一想 作为一个有基本生物学常识的人 你们想一想 可能吗 是吧 这就是核心的原因 所以他这个医生啊 简历非常非常的不寻常 大家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层意思 就能看到整个事件的核心了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兜个底 后面会给大家更多的解说 也拿出更多的证据来使大家相信这一点 谢谢大家 今天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работ吧 看一下 点凶 提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整理做为对方 我们可以做在这一点